所以當下那時候我就拍了一個影片 去罵這個詐騙集團 然後我又找了很多娛樂的那個 娛樂的記者來啊 我爸說 他這個已經準備好了 已經在我們家公司請了員工寫好了 怎麼像我們錄節目的時候 寫好那個大字版啊 然後貼好照片 拿幾個犯人的照片 記者會很豐富啊 拿著一根棒子在那邊講講講 就來了全部娛樂記者 我爸還說 哎呀 怎麼沒有社會的啊 然後他們下面的每個員工 像那個假的袋書啊 也一樣啊 出來的時候拿個口罩這樣汙著啊 說什麼我 說什麼要告我跟我爸 說我跟我爸爸恐嚇他們啊 然後還說我這張嘴巴啊 說我那個污蔑他們啦 他就先說 我原本要拿錢給你 結果那個錢他覺得要放心一點 先放在位在台北 他一個董娘朋友家的 很安全的保險箱裡面 他先把我鎖在裡面了 但是董娘今天要跟他約拿錢 可是董事長心臟病發 太危急了 沒有罵你 太誇張了吧 顧身躍躍欺負的理解 我真的覺得很丟臉 因為我到那裡都還覺得是真的 片子什麼黃都說得出來 對 然後我就好再等 然後再約一天 心臟病也好了吧 都沒事了 萬事俱備我們可以拿錢了 當然 台北市而已嘛 對啊 我跟你講 那兼顧的保險箱壞掉了 哈哈哈哈哈